小波回来啦 下厨房啦 是不是嘴又馋啦 说 想吃什么 今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 哪是人的嘴馋呢 是庄丽怕女馋 让我擀面条给你吃 嘴馋了吧 馋了 太美的 什么事啊 想干吗 我可还没吃饭呢啊 想得美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了 没怀孕 没怀孕有什么好美的 证明你没本事 你瞎说 人家医生给我全面检查了 说我特好 就算是安全期也会出问题 以后咱就这样 一到这几天你就睡书房 那不行 不睡了 那行 我睡 更不行 庄丽 我想好了 咱就生个小孩怎么了 就算咱现在经济收入 还不稳定 可咱也从来没想发大财啊 咱俩追求的生活 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行 不过 不许反悔 别等我怀了孕 你又想孩子跟我们受罪了 房子房子住得不安定 营养也不能是最好的 还有将来的教育 没问题 我现在开始努力 公司最近接了几个项目 经理找我了 打算让我多接 因为之前的几个创意 客户都相当地满意 还有双休日我可以去做家教 我了解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改了方向 不学钢琴了 一个是多 一个是不实际 我就知道这一天不让你加班 觉得无聊了 不行 我宁可晚几年要孩子 也不让你每天半夜回来 还打算双休日也不在家 那家就免了 那也不行 反正我们还年轻 不急 人家说了 大人越成熟 生熟的小孩就越聪明 我们要生一个 最最聪明的小孩 你怎么着 小波 你们经理找过你吗 什么我们经理 你谁呀 干吗呀 还生气呢 我梦丹 你们公司刚接的那几个项目 是我拉过来的 我跟你们经理已经说过了 条件必须是你做 现在老板都已经到了 人家想跟你沟通一下 你怎么早就下班呀 下班时间到了 我当然要走 你再过来一下嘛 都还在呢 而且这几个项目 都挺特别的 我知道你最喜欢挑战了 我肯定了 好